在上一回合的比赛 软球球 这场比赛 两个老灰亚的对决 软球 陈正宇选手29岁对上Fly 陈科伟选手28岁 上一场比赛软球 他一开始感觉好像是很保守 但真的是抓到一个 比较好的出兵时机 现在把比赛杀进到 等于是第四场了 第四回合 落败方选徒 上一个回合落败的是 华尔斯拜的Fly 他选的是破晓 对 打很熟悉的图 下一个上看到一点钟的方向 那这个是华尔斯拜的Fly 是蓝色 蓝色的虫组 好 再来到七点钟的方向 下一个上看到这个是 要在太阳神的人王软球 是红色 红色人类 先请收贝豪海哥谈一下 为什么Fly 他会选这张图 对 这张地图 我觉得可能是熟悉 而且这张地图 其实对于虫组 就来讲 因为其实距离也算远 对 那其实虫组的矿也算好开 对 所以其实蛮多虫组 一直都还蛮喜欢这张地图 对 那上一个回合 软球一开始是 真的好像坦克出来先防守 对 那感觉是打一个稳扎稳打 双矿的一个timing 直接往前推 那我觉得Fly 他可能在开局的时候 因为开局时低是亏的嘛 所以后来为了把精力补起来 他稍微偷了一点点 你就供兵就一直补 一直补 对 他补都很开心 然后对方冲回 哎呀 说好 说好什么15分钟才对打 这样 什么14分就来了 发现呢 能够打仗的只有后宠 对 拼不够多 这个主要是家里面没有毒爆啦 刚刚那一波其实大量的迹象兵 其实没有毒爆真的不好手啊 哇 不过真的 软球他是真的抢时机 赶时间啦 他连盾牌也没升 就直接冲了耶 对 我觉得那个timing 可能是他刚好 因为他可能有在做侦查 刚好留意到对方有开出三框嘛 他这个就想说这一波的timing 但是可能应该想说对方也都没来 他要出了那么多兵 对 那放着感觉 有点可惜 一定要来做进攻啊 好 刚刚呢 我们的观察者OB告诉我们说 软球那边有三个在挖瓦斯了 三支太空工程车 对 已经很早就在挖了 那这个其实跟上一局的开局很类似 一支江兵之后转死神开 对 那死神出来就是稍耳间侦查 然后再开二框 现在软球还蛮常用的一个战术 好 那这场比赛 谁输就要去打升降赛嘛 现在已经有确定了 Rex 雷浩辰选手 还有DS 恶魔羊 王俊选手 对 得去打升降赛了 那赢的呢 赢的要跟谁打 将要在下个礼拜六 六月二十二号 礼拜六 那对上是B组第三名的Slam 赢的就是要去打Slam 橘子熊的Slam 对 虫竹的选手 哇 这个再等零用金发放 有了有了 对 零用钱来了 好 放下了珠宝 那死神这边在 应该是往前走做一个侦查了 对 观 不过刚Fly的王虫是有瞄到了 对 王虫已经看到了 这个虫竹就要有基本的一个开局 王虫一定要在这附近看对方开 有没有开个框 好 下面放了军工厂 对 这个军工厂是没看到的 对 不过其实没关系 因为这个timing 一定就是下军工厂了 对 这个其实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都已经出死神了 一般来讲 他一定就是会立刻把军工厂放下 把科技做盘盘 因为瓦斯都挖了嘛 好 这个你也不可能下黑暗圣殿嘛 对 放下蟑螂繁殖场 对 对 家里就一堆蟑螂 对 发现卵球放的蟑螂繁殖场 Fly会翻桌吧 对 坏掉 对 这不是应该是我的 对 哪里这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 Fly放下的飞机场 对 这样也出医疗体 在那边修 空头蟑螂 对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哇 这个游戏已经是非常好玩了 但是还不能用召唤 我觉得之前世纪帝国可以召唤 就是别人建筑会变你可以 变你的颜色 对 你可以把它们变过来 对 由僧侣去唱歌 在里面其实有啦 就是刚才你从去都那个工兵 对 刚才你从都工兵 但是就要一直都 你可以都完工兵之后 你可以让工兵去盖建筑 盖人类的建筑 对 但是因为你神经济生 它是一段时间而已 对 所以你必须要持续不断地都 对 它都一都时间到 它就要走 它就会走掉 那你就要再把它都回来继续盖 然后盖到它完成 然后准备死神奇神 然后那个建筑就变你的 对 那个建筑就你的 然后那支工兵 你就可以让它去死 你就可以利用主堡盖建筑 对 如果 因为你只能盖主堡 就是拿那个 就是那个就是主堡 你拿来盖主堡 你就可以拿来盖工兵 对 要拖很久 都被你有拖过 最多拖很拖多久 还是一下就好快歌 这应该没有办法 因为实战比较看不到 我现在下三框了 下三框是虫竹的Fly 对 那满球打了一个空头 不过这个空头 Fly有没有侦察到 Fly这边的话 好像没有看到 Fly有看到 这个我觉得软球现在压力很大 这个空头 应该说已经被看到了 冰工厂了 就是我们的战狼建筑已经被看到 所以这个空头很可能 就是软球家里面都会做好 Fly家里面都会做好准备 我们看到第一次对用炮台 第一次对用炮台 对 基本配备 一个矿配备就两个都有 这已经是全配的状况 我们简配是一个对用炮台 而且现在包子爬行冲 不用进化式 这个是简配 对 现在软球的冰 感觉真的很满遥远的 对 它直接打正面 它这个我以为要空头就不是 这个算是有一定冰力的 一个timing一波 但是这一波 基本上我觉得出蟑螂之后 你要守住并不困难 那应该 但是这边的话你可能要花点 就是多花点钱了 这一个扫描 可以 有第四 这边压过来 这有第四要砸下去 这边打一打你可以拉走 打三框 但是对于人类来讲缺点就是 没有蓄战力 我们看到这边 我们看到这边只能摔一摔 对 也没有医疗艇 对 这个 角度是无法充血 对 没办法 你这个只能就是打 然后这个发现退不了了 退无可退 你只能硬点 对 只能换了 对 只能换了 因为你没有医疗艇 这个我以为是空头 就不是 我刻然发现 对 不会是空头 因为家里面没有飞机场 我还想说奇怪 对 结果少了 因为这个部队这样往前一下 它就是这个有点 对 我觉得 没有飞机场 无法出医疗艇 用投石车空头 对 但是这个又没有蓄战力 你把对方逼得对方 盖了这么多蟑螂 那现在对方压过来 你其实也有点尴尬 对 有点尴尬 就因为你没有医疗艇 这个 不过还好 要利用高地做防守 不过我们看到这边的话 不然很聪明 不然在那边拆石头 那眼球稍微往后撤 来了 这个守得住吗 这一波蟑螂 对 你要守 扶极山降下来先 他会在这边卡住 卡住我的胖子 有 鬼雷 对 有两枚鬼雷 这边就买下去了 对 他先买了 怕被点掉 对 驱赶回去了 蟑螂回家了 对 这个逼对方盖了大量的一个蟑螂 那家里面 现在慢慢把 慢慢科技慢慢爬起来 那 弗莱这边应该就是会 赶快把工兵刷起来 现在这边的话 弗莱因为爆了大量的蟑螂 俄本其实有点晚提 俄本非常非常晚 现在两边的工兵数差不多 弗莱52 这个软球51 对 但是对于从主来讲 这边的工兵是比较好刷的 那只是 看起来弗莱好像要打台名一波 他后面全部都在爆蟑螂 对啊 你生的蟑螂 放着也是放着 他突然会打 对 他应该会打 因为他前面的蟑螂 目前看起来蟑螂就21只 后面还在补10只 31只的蟑螂 这个照理来讲 就不做进攻 很对不起自己 想在家里吃老米饭 对不对 总是要出点力 对 应该是要出门做进攻了 那这一波的进攻 这个 这个爆蟑螂的timing点有点早 因为他并没有打 可能应该不是要等 就是要等提树 而是要等工坊 就要直接往前冲 那这一波 这个蟑螂的数量 真的是多到有点 对啊 这些蟑螂现在在 撒那家瞭望塔 在看风景 又再多等地凶过来 那个蟑螂 软球这一波 怎么熟 对 怎么会掉一个矿 这一波不好熟 那家里面 对 你这个最好的状况就是掉 就是三望飞起来跟我们一拉走 对 这应该已经是最好的状况 那是最好的下场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一场 Fly这个看起来 这个我觉得 它先爆了这么多蟑螂 却在等它的提速 我觉得有点亏 对 那如果是要等提速的话 我觉得Fly可能 不是打你三望 就是它就是要一波打的事 就是直接打你 直接打你的二望 你看刚刚软球 有一个医疗艇去空头了 对 这边 被蝗虫看到 对 那现在这个空头 我觉得这个空头 能不能看到对方 大量蟑螂 我觉得会是一个关键 在脸上 很整 这个 这个 直接爆了 好 大量蟑螂 这个 鬼雷不小 对 但是这个 这个 软球在做进攻的时候 应该 这个多线空头漂亮 我们看到 会看到大量蟑螂 载起来 这个蟑螂数量很多 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 软球会不会往后射 不会 要选个打正面 还是要打正面 如果你要打正面的话 鬼雷快顿了 谁有只鬼雷 对 都是鬼雷 那这边的话 我们看到少量的蟑螂 往前走 鬼雷炸光 蟑螂是不怕鬼雷的 OK 这个其实 这一个 我觉得现在 这个兵送掉很可惜 赶快拉回来 那软球家里面的防守 才是关键 你一定要把 防守做好 家里面立刻补速了 大量的一个兵营 这个蟑螂海 跟 台湾蟑螂山 那种蟑螂 就是不相上下 对 但是这个时机点 我觉得有点略玩 那我觉得 就是要看 软球怎么守 鬼雷赶快 起来 医疗艇 一台都没有 一台 一台医疗艇都没有 而且就两台是空头的 又回来了 好忙 对 医疗艇很忙 超忙的 对 人口满人口 那这边的话 这一波的timing很凶 但是我觉得不是不能守 只是要 没有医疗艇 你根本没得打 对 好 有了 医疗艇回来了 回来 赶快放下来 砰砰砰砰砰 好 这边不会要坦克出来 那这边的话 我觉得这个正面应该是可以守 稍微拉扯一下 应该是可以守 海客打蟑螂比较给力 对 而且六游者数量很多 好 应该是没有问题守住了 我们看到这个站在往后撤 辅助工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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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其实这一个有点难打 那他可能还是 对他还是选择往后撤 胖胖掠托者 来得及出来 赶忙下兵营 现在这边 蹲地蟑螂 所以这一波可以说是 FLY的蟑螂出兵比较晚 时间比较晚一些 没有 我觉得应该是 俄本晚的关系 但他这边的话 他提早抱了这么多蟑螂 他一直没有坐前压 有蹲停过来 这个其实这么大坨 你应该会看到 地面是有动静的 有 有没有看到黑黑的 黑黑的 但是怕的是软球 根本不知道 不知道 糗了 糗了 这个 这一个包夹 这一个包夹 漂亮 这个包夹是很漂亮的 但是 这边因为工坊已经起来了 感觉医疗艇很威 再起来往回放 对 没错 再起来往回放 换个姿势 换个位置 对 拉回来 这边包夹 那这边的话 守住了 这也守住了 这一个 我觉得这一个进攻 本来算是 进攻算是不错了 但是你纯章的那个部队 在软球有所 防备的情况之下 抱了不少的掠夺者 其实还是 就是兵種相克 还是不好守 而且伸出一大堆 小护士医疗艇了啦 对 医疗艇这次终于出来了 对 也还不得那麼多 我刚刚那个盾地老师 大家也可以学一下 如果你的对手 对 没注意到的话 其实如果早一点的话 其实他如果早一点 有那个盾地的话 对 在更之前的那波 那波会在 很有可能就有机会 就直接带走 哇 这个赛末点 Fly的赛末点 像这种 已经有一场保送胜 午餐三胜去的比赛 最多 一天可以打四场 最少是两场结束 那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三场了 对 这边张张过来 我们看到这一个 这个主堡要飞了 这个碉堡瞬间被点掉 主堡要飞起来 好 这种 这种 纯蟑螂的一个部队 很怕多线空投 我现在讲 暖球这边有没有要考虑 开始做一个多线空投 不然它这样子其实 对 其实并不 总是这样子被动 其实并不是办法 我们看到这边 坦克 蟑螂虽然提出肉厚 但是坦克一轰 还有被罩者在打 为什么蟑螂 比较怕多线空投 对 因为其实你的双喷 我们来讲就是双喷部队 对 这个是只有蟑螂 因为你没办法对空 所以其实它的一个多线空投 只要有办法干扰到你的一个 家里的话 你的蟑螂就被迫一定要防守 你就一定要往回 你在拉扯之间 你正面扫部队 其实你几乎是很难做进攻的 关键还是 你根本没有办法点掉 对方的意料亭 所以你根本没办法阻止它的空投 它只要不要投在你的 对空炮台的射程里面就好 而且也这个 空投过来都一个吸个 蟑螂也不是说跑特别快 对 到处救的话 也机动性比较美 那么好 对 这个正面的部队 软球这一个正面部队很多 我们要扔回领袖 这往后它鬼雷炸得 直接炸满怀人后 瞬间抄到了一肺 这一波应该是要直接倒了 软球人口数183 FLY只有92 现在打了G制 软球又抢下了一胜 所以现在五战三胜制的比赛 双方要以2比2平手 杀进到了最终回的赛末点了 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